Hello,大家好!Channel 據統計局資料顯示 今年一月整體受訪飲食和零售商戶的營業額 都錄得按年跌幅 當中飲食營業額按年跌了10.2% 零售方面受訪商戶是一月的營業額 同比跌了29.3% 當中成人服裝中標珠寶 和百貨分別跌了36.8% 34.2%和30.6% 汽車升了37.3% 為何出現這樣的原因 不是複償很好嗎? 統計局說 由於去年農曆新年在一月份 今年一月份不是農曆新年 所以相互在農曆新年間的營業額 一般去年基數較高 在高基數比較下 今年一月就跌了 至於對營業額預期方面 有超過半數受訪飲食商戶 預期二月份農曆新年 會帶動當月營業額按月上升 不過有零售商就說 二月雖然有新春蕩期加持 但生意未見理想 始終日後不少人嚮往外游 加上消費降級影響越來越明顯 客人看少買少 報復式消費並沒有在澳門發生 生意和疫情前仍然有一大段距離 不知說真還是假 有餐飲業商戶感嘆 旅遊區和民生區生意各走極端 旅客市場復甦速度快 旅遊區餐飲業生意暢黃人手不夠 相反民生區非常淡靜 疫情後澳門整體經濟有改善 但經營環境越趨複雜多變 中小企除了要面對本地市場競爭 還要面對居民消費力外流 澳門和內地物價差異 令澳門中小企營運成本較內地高 加上內地有電商平台澳車北上 單排車入橫琴 兩地車牌澳車往港 山姆購物團Costco購物權 HKTV Wall等渠道 以及匯率影響刺激澳門消費北移 認為以上這些因素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是港澳融入大灣區和國家發展大局 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場 但中小企今後如何發展呢? 講好與內地市場距離、縮小 物價水平如同一個起飽線 或緩解這種陣痛 但長遠而言 中小企建議爭取北車南下 例如先嘗試限額500部車 等澳門交通設施配套更完善後 再考慮逐步增加名額 並建議對大灣區居民、來澳商務人士 實施一簽多行的通關政策 微補客源外流的現場 北車南下真的要審慎 因為澳門鬥潤這麼小 以及經常挖很多路 就算沒有南下的車輛 澳門本身也會塞車 500部的數目不多 但放在澳門的話相對較多 相信要審慎處理了 至於一簽多行 可能可行性會高些 給多些機會 內地旅客過來澳門 尤其是淡季做一簽多行 就比較適合了 好,這一集看到先 如果想支持我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下集見 可行 再等一下